1934年 1934年 1835年 1935年 最近困擾我已久的 就是我浴室的水龍滴水 熱水出水量 極少 你可以看到左邊 這個止水壩 一字型的凹槽 被我弄得亂七八糟 快崩崖了 我最後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也不難 但是首先你要先找到適合的一字旗子 那一字旗子是這樣子的 我們看一下 OK 我們看一下 好 建議你要去那個水電行 不然或者就是去那種百貨行 有賣工具找到這種適合的一字旗子 有沒有看到 這個寬度 要完整的契合到這個凹槽的平面 那粗度也要夠 不然你很容易會用小的一字呢 你會造成崩芽就會造成這種結果 那如果你處理再不當呢 你就沒有機會再去處理這個 止水拔的螺絲讓它旋開了 那其實一開始呢 我也是這樣去轉 還是轉不開 那最後解決的辦法呢 就是我們想到就是冷縮熱脹的原理 那我們就可以解決這個崩芽 那不是只有冷縮熱脹 除非我們把它加熱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拿 另外一種 那就是 看一下 OK 我們可以拿到這個 你可以找潤滑油啊 或者是大家所熟悉的其他 一個美國品牌潤滑油 然後呢 那你隔天再來處理 看看有沒有打得開 如果打不開呢 你就反覆這個步驟 或者敲擊一下 那 經過這兩個cycle呢 我就很順利的就將這個 已經打不開 懸不開的止水閥 熱水止水閥讓它崩開了 那趁機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潤滑一下 那以後就沒問題了 第二個呢 我們來討論一下 為什麼我的熱水比較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比較髒 輕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機構很多 那趁機呢 我就把它拆下來 那我勢必呢 要找個時間去 換一下 我這一個 二三十年沒有更換的 這一個 水龍頭 其髒無比啊 大家看到很恐怖 好那我就先清潔 暫時用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 我每天洗才去喝水的水 看起來這麼乾淨 實際上是 很恐怖的 好那這個 這個分享呢 就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希望大家可以解決呢 你熱水 水龍頭 止水閥轉不開的問題 那同時呢 你就可以去更換你這個 新的水龍頭 一個人沒多少錢 不用找水電行來換喔 好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OK這個就是清潔之後的熱水出水量 我還是開到最大呢 那大家記得有空去清潔一下你的水龍頭吧 如果你家的水龍頭出水量變小的話 記得將整個水龍頭煮拆下來 那如果你遇到你的紫水疤或是卡子的話 那可以參考我剛剛的想法 記得去找適合的一次洗子頭 不要硬轉喔 不然到時候整個瘋牙 你就要找水電師傅來了 就要花一點錢了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希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那可以解決各位水龍頭出水量的問題 還有可以解決你的紫水疤 沒有辦法順利旋轉的問題喔 希望你會喜歡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